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外的邂逅让她一见钟情 她高大英俊才华横溢 看似殷勤的背后 为何却说出这样的话 是确有难处 还是借故推脱 面对一中人的坦白 她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凡人游戏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爱情靠争取 无爱不放弃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给力哥和力 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一个广巴巴斯拉这儿嘛 就是我们杨家平附近的万象城 今天我们的女嘉宾小谭 是一个长相非常俊俏 而且小伯伴 用我们从京话说 西密西安里 清修 她对男嘉宾的要求 实际上也很简单 身高一米起 外大是个爽眼皮 抢我们的迷面都来不住了 但是她对文化有点要求 要求是小学本科以上 大学本科以上的文凭 那么今天究竟她能不能够 找到她心仪的男嘉宾呢 我们先去把他人到老来 大家好 我叫谭杰 然后今年23岁 去年毕业的 目前呢 在一家电商公司 做售后客服 平时的工作的话 主要是针对客户的 售后这一块的 然后工作还是比较稳定 收入的话 大概是在4000到5000 不穿鞋的样子是1米53 然后穿上鞋 大概是1米58的样子吧 我觉得对女生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这个身高很合适了 因为重庆毕竟都是这个身高 我们家呢 一共有两个孩子 就是我是姐姐 我还有一个弟弟 但是我弟弟的话 现在他都已经结婚了 他只比我小一岁 而且过段时间 马上就要当爸爸了 所以说的话 在我们家 我妈妈他们还是比较 关系我个人的问题 本期交友女嘉宾 谭杰23岁 身高1米53 职业电商客服 月收入4000到5000元 居住地江北区 婚姻状况未婚 这样一个娇巧可爱的女孩子 有什么样的情感经历呢 我的情感经历的话 是有过两段感情 第一段是在大一的时候 是一段异地恋 我觉得异地恋的话 感觉比较难 然后后来没有坚持多久 就放弃了 然后后面的话 她是在大学里面认识一个学长吧 然后的话 有了第二段练习 但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你就分手了 这次来参加凡人游戏 谭小姐有什么样的走 要求呢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呢 就是身高在1米70以上 正因为我自己比较矮嘛 所以说我想找一个高一点的 1米70以上 最好是1米70以上 因为我觉得这样 从精英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下一代会比较高 我毕业于攀之花的 一个尔本的院校 我们学校的话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我对另一半的话 学历是有要求的 至少三百以上 因为我觉得这样 大家都有过共同的经历 聊起来就是会比较通畅一些 工资的话 大概在八千以上 在重庆最好是有房 年龄呢 在二十五到二十七之间 她必须就是要很喜欢我 要捅着我那种 比较讨厌那种 我比较操心的人 她要成熟一点 综合分析 谭小姐的所有要求是 一 身高要1米7以上 二 学历要大学本科 三 经济收入八千以上有房 四 年龄在二十五到二十七岁 成熟稳重 五 要很宠着自己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今天的女嘉宾 小妹子 要求确实不低 希望对方呢 要有170以上 而且月入八千 还要有房 要宠我 要成熟一点 不要让我操心 这么完美的男朋友 我都想为我的女儿预备一个了 我们的妹子呢 要求是不低 但是自己呢 我提点小小的意见 今天的穿着是有一点点失败的 你穿了一条非常短的短裙 当然如果你有一双大长腿 那没关系 是在显示你的优点 但是目前露出来的腿呢 是不够好看的 我觉得它会给你减分 所以如果下次来上我们节目的话 建议在着装上 可以再优化一些 好了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女士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了 谭杰 延续早谭 杰白的杰 站在她旁边呢 我估计的不是你的情友团 是你的跟班 你看他们的 人是大帅爱事 其量长得了 你看这个北京 把包洗包的 拉个包包是你的吗 你还是滚下去 这个是你的事吗 先谈谈今天的感受怎么样 此刻的心情很开心 因为我见到了和你哥哥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你平常看我的节目啊 看呀看呀 在哪里看到的吗 那个都市频道 你正想说大城小事 你看你又是凡人游戏 说来又说找 因为我妈妈很喜欢看那个 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看 好 都重做你这个 我先我个说了 你今儿肯定找得到 我跟你说 要是找不到的话 但找不到我也没法 我们别人都有给他找 你呢 你是她的好朋友吗 还是 对对对 我是她的好朋友 你有没有想象过 你的男嘉宾会是 什么一个样子 应该是符合 我要求的那个样子吧 肯定是符合你的要求 究竟我们今天 给谭小姐安排的男嘉宾 是否符合她的要求呢 先来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李灵 母子的赵木灵 今年25岁 从事的职业都是说 那个家中设计 然后月收入的块的话 是在八千到一万亿左右 因为是销售行业 我毕业于四川美食学员 学的是陶食专业 今天从那个行业已经三年了 我从事这个销售行业 其实主要是由于自己对这个喜好 因为我觉得能把每个家庭 和人造出的客服 每位客服都喜欢 想要得到的那种感觉 然后把人造出来 创造一个属于家的感觉 那是说 我还是喜欢这个行业的 最主要的营养事业 本期交友男嘉宾 李灵25岁 身高一米75 职业家装设计师 月收入八千以上 居住地九龙坡区 婚姻状况未婚 李灵的话 他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 平时也是多主任为老的 然后大家的话 也是比较好的来 人家比较开朗 小伙子的个子 各方面的条件都还不错 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工作 可能接触的这种 外头的这种时间 稍微要少一些 所以说我觉得 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小李今年25岁 身高一米75 长相高大帅气 学历大学本科 月收入八千以上 这些条件都完全符合 女嘉宾谭小姐的所有要求 那么谭小姐又是否符合她的所有要求呢 本人探过三次年来 加上初恋来块 总共是三次 对每一段感情来 其实我一直这个态度都是说 从来不是要求对方 一定要多么优秀 主要是说 其他看上去 感情的时候比较 不宽专身一点 然后看上去比较 感情一点 希望瘦一点 还是最好 然后太瘦 也不是说 你很瘦骨干那种 只要看上去 感觉像个胖胖的那种 然后其他点都是说 对于心态的话 对感情的话 其实我更希望的是 我信任你 你相信我 然后我觉得 我看得到 你是相信我 然后他看到 我是相信他的 其实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综合分析 男嘉宾的走务要求是 一 五官端正 身材偏瘦 二 彼此要有信任感 男女嘉宾 匹配指数达到80% 今天的相亲会成功满 好 看一下 今天的男嘉宾 可以说是非常符合 我们妹子的要求了 我们编道里华首 都是逼到哭哭卖鸭胆 整个是我们美子 天早迪瑟利 两个一个男嘉宾 一身艺术家里冒发 我真的觉得 男孩子这种头发 就留这么长 这胡子什么的 反正我自己是 没有办法欣赏这种审美了 但是有可能 我们女嘉宾会喜欢 为什么 男孩子 一米七五以上比 女嘉宾预期的 一七零还高了五公分 月入八千有房 又是川美毕业的 又是家装设计师 我觉得真的 真的这个条件 相当可以了 那么现在就要看 我们的男嘉宾 对于女嘉宾的看法 会是怎么样呢 她是否能够欣赏 我们今天 女嘉宾的外形和性格呢 为什么今天来到杨嘉宾呢 因为杨嘉宾就是 男嘉宾上班的地方 因为做设计 做装修 还是比较辛苦 所以我们直接到 她的单位去看看 她平常工作的模样 是什么样子 可能这是最真实的 平常的一种生活状态 可以吗 OK 好不好 走吧 好 现在呢 我们已经到了 这个男嘉宾工作的地方了 这个我们先去 跟男嘉宾打个招呼 我们先在这儿 暂时等待一下 给双方留点神秘的感觉 好不好 OK 好 你好 老师 我们是电视台都市频道 凡人有喜的 找一下你们的 这个设计师李林 这个照片呢 就是我们的男嘉宾李林 我就对了 跟我两个人有点强啊 编导理师是神秘的嘛 我是说这种感觉 以前我的头发比他还好 来 我们一同来认识一下他 你好 李帅哥 先摸个手 实在是头发有点好 现在我们的相片上看到的 你相片上我是哪个 看得过来 电视上看到过来 电视上看到过来 这李简单的意思是火溜 这个女朋友给你带来了 不不不 女嘉宾给你带来了 在那旁边 你安排我们在哪里就坐 然后我把他请过来 那我就去楼上吧 我们楼上有样板间 你就上面随便找个地方 你躲起来也可以 然后你也可以来迎接我们 以后我们走过来以后呢 你可以把我们当成客户 我给你抵个眼神 你都东西来看 好 好 好不好 实话讲 刚刚看到这个男嘉宾 我觉得用我们重新的一句老话来说 再来还是有点等度 绝对不是一等一组组的 可能说的也谈了 但是 但女嘉宾你选男嘉宾 也觉得身高要高一点 要双眼皮 怎么怎么样 但是男嘉宾 我觉得你又要不要得 那个东西我就得 都难受了 才能够 我们先去把女嘉宾喊了来 走嘛 小谭 来 你先跟我走 有点临时的状况 有点临时的状况 因为就是男嘉宾可能 有点忙 而且好像在 出去了 可能一会儿回来 有没有人呢 你好 我们是都市频道 反正有喜的 这个设计男嘉宾 他去 出去接客户去了 你可以接待我们一下吗 都带你们看一下吧 都看一下吧 不同风格的一个样板 兼展示区 你一个一个来嘛 比如说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这边来说 这边来说 它是一个 冷色调的一个 简美风格 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 你就坐在这 沙发看电视 忽然 那个一开门 女朋友回来了 你回来了 在我们在哪边来走 一个家可以同时 装这两种风格吗 都像哪个电视剧 超时空间 对 超时空间 对 超时空间 对 不得 有精神分裂 它都装成那种 所以它可以想法 我晓得 装不同种风格 来看自己的喜好 对吧 我所谓谁时的 我肯定讲 不知道这套状态 确实漂亮 但是我比你喜不喜欢 都是看一种 自己好皮的沟通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的男朋友 长得又帅 事业又特别好 就像这个帅哥 你觉得可不可以 肯定可以 可以 我再问问你 就是你有没有谈恋爱 现在吗 那有点是以前的 以前谈过的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对对对 你也可以报名来参加 我们凡人游戏 好啊 哪个能回来了 刚刚那个叫 那个设计师回了没有 回来了没有 你去问一下 他能回来了 你去问一下 你去喊一喊 你去喊他 你去喊他 喊他个快的 其实我都认出来了 你认出来了 我看一眼照片 我就知道是他 是他吗 是刚刚那个 对 刚才那就是男嘉宾 是不是 女人的那眼光 你一定要相信 这是他长得一模一样 对 我记得那个照片 觉得可不可以 还可以吧 修达达的玫瑰 已经在咱们盘地开了 你看 因为我第一眼就看出了男嘉宾 然后我觉得 他可能是想要跟我展示一下 他工作中的一个状态吧 所以我就配合他一下 感觉还挺好的 工作比较认真 那么究竟刚刚给我们介绍 这里的那位帅小伙 是不是今天的男嘉宾呢 刚刚刚刚 有请男嘉宾 你是什么时候认出的 刚进门我就看到他了 不 进门看到他 但是你又没有一哈 都认到是男嘉宾 有啊 发型 发型是很有特色的 发型的特色 像他那种头发 说是吧 没有这个人敢说 我们那种的人不都不敢说 但他也不敢说 我们那种发型 这个男女嘉宾 你们俩握个手 就算认识了 你好 回家给你 你好 好冷哦 那个 问一下 对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啊 挺好的 还是不错 比照片上我觉得 更加有亲和地 我觉得 你说呢 比照片上更高一点 看起来更帅一些 而且要写年轻 总算看低 从外观上来看 还是符合我的要求的 比较耐看 可以可以 喜欢 各位观众 这个笑容 这个配乐 肥桃听了想挠人 为什么想挠人呢 因为一样 你看你嘉宾那个表情 那个笑容 那个心痒痒的感觉 摆明了就是一点 他对男嘉宾非常满意 非常动心 那就是他喜欢的类型 那么目前看来 两个人应该是 有一个好开始 因为通常女生 如果说没有看上 这个男生的话 进行的过程 都会非常地艰难 那么现在女嘉宾 是很喜欢男嘉宾了 男生的看法 又是怎样的呢 从你们的语言 和你们的表情 我觉得应该 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还是挺好的 那么我也不耽误你们聊天 我们找个地方 先聊一聊 坐下 我的要求的话 因为首先 我觉得学历嘛 就是起码要有过 大学的经历嘛 这样 咱们聊起来 就比较有共同的话题 我是没选择别的 然后我学的是陶瓷翻译 然后我 因为我们把 它是组的工装 所以说我充实了一个行业 它学历是 四川美毕业的吗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达到了我的要求 你薪资大概有房子 薪资的话是两样 我们公立小学 我们属小学 它不是固定一个 它是一个曲杰林先生 平均的话 公立是才找 八千到八千家嘛 那房子呢 房子 现在是跟妈妈租的 但是我自己的房子 那边前的是属住的 住房这一块 他目前跟父母住在一起 有自己的房子 只是 我觉得这个也还OK了 因为如果在一起了之后的话 压力会小一点 还有的话就是身高 身高就一米七年以上 因为我不是很高 你也可以看到 我觉得的话 因为为了下一代着想 然后要七年以上会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属于那种 比较少女一点的吧 因为我想着你高一点 咱俩走在一起 我如果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果子的话 还可以让你把我摘 那你身高多少 如果闲着车压师 上一次车压 用车就没车压 要七五 要七五 那种种量的话 不知道你看得出 我好种吗 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看得出 我好种 你觉得你看得出 一百五五吧 好吧 差不多 身高 比较满意 一米七五呢 这个很好 除了那个身高的要求 年龄 年龄我觉得是要在 二十五到二十七 我刚好二十五可以吗 可以吗 我是属于那种 比较操心的人 如果 如果我的男朋友比我 跟我一样大 或者是说比我小 那我就有一点 有一种当妈的感觉 因为我会很操心 就营养 要大吉他 对对 就是那种 所以说我想找一个 就是年龄比我大一点的 然后呢 他可以就是 不需要我那么操心 因为我觉得 女人一操心 就完全注意力 就不在别的事情上了 对 就变了 就很恼火 考虑了一样 把心来一样 对对对 我觉得我自己 其实还相对于说 在从年龄变成 全是比较 你种的一个人 谈吐的话 跟我比较合拍的吧 就聊天在一个水平上面 就是大家不会尬聊 还是会比较找话题的那种 你觉得这个男嘉宾怎么样 看起来挺好的 看起来挺好 对 你觉得你朋友 看上男嘉宾没有 看他们聊的情况的话 还是挺好的 应该是看上 那男嘉宾 有没有看上女嘉宾呢 看聊天这个氛围 应该是相互看上了吧 那么今天他们俩 究竟能不能够 相信成功呢 我们接着看 现在谭小姐 对李先生 是越来越满意 可是接下来李先生 却提出了一个 让她为难的问题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 刚才跟我们讲连的是 我们过着在时间的话 是整天很稍微的 制作主义 我们的行业来说的 我们是服务行业 比如说哪个地方有问题 我说小弟 他有问题 我马上过来给人家处理 都是存在来的情况 就是我们在休息时间上 是非常稍微 我们休息的时候 不要再玩 不能抽在一块时间下 比较难 后期 比如说时间长的时候 都会产生一些分歧 都会有这种情况 甚至会因为这种事情 都会一两千马五中间 全部都有可能 所以主要的 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时间的一块 作为旅家宾 肯定也希望 大家一起 够个接触这个法案 看两年 休息什么事情 但是作为我们那边 工作情况 都是说 节假日 我们是不休息的 然后都是说 我们回节假日 只好再休息 绝大多数人是对的 问题是不愿意接受的 而且是不理解的 可能说 我这个情况 必须请你讲一下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问题 真的是一个 这是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 因为我是一个爱玩的人 希望他有时间陪我 然后一起出去 去哪玩 这点其实我是有一点顾虑的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时间是比较重要的 要沟通 然后才会更好 就感情这块会更好 因为我是那种 比较黏一点的 就一天的话 可能会过一会儿 给他发个消息 在干嘛呀 在不在呀 这种 然后我不知道 他会不会觉得 这种比较烦 我好担心这一点 男女嘉宾开始聊天 男嘉宾的所有的点 几乎都是符合女嘉宾的要求的 聊得也是很愉快 但是突然话风一转 男嘉宾开始自我嫌弃了 他说自己超级忙 各位观众 一旦有人嫌弃自己的时候 真的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种意思通常是 哎呦我配不上你啊 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男嘉宾现在展示自己的忙 并不是说 我在自我贬低 或者说我在说我的一个缺点 你看你能不能接受我 而是在让女嘉宾知难而退 大家要知道 上我们节目 那种互相嫌弃的 你嫌我这儿不好 我嫌你那儿不好 问题不大的 我可以改呀 我可以弥补 我可以解释啊 往往是男嘉宾这种 一上来就嫌自己不好的 这个生意往往没法做 我们都知道 嫌货才是买货人 那么男嘉宾上来就是抵了钱 那这个买货今天还做得下去 谭小姐有些担心 李先生工作太忙 没时间谈恋爱 李先生的同事 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当然我们这个行业 不是说那种 很纯粹的 就是很紧张很紧张的 但是我们也有休息 毕竟我们的很多设计师 也是成了家里冷业的 不用太担心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 毕竟是什么 咱们不管是各个行业 它都有辛苦的一面 你是喜欢就是如果谈恋爱的话 男女要比较连在一起那种 是不是 不一定要连在一起 但是你一定要找时间来关心我 问一下我在干嘛 一定要找一个时间来看我 就是相互的见一面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以慢慢地通过磨合 它只要想见你 只要想你 我跟你说 他随便好远 从这样别的 到咱们吧来看你 那如果能做到的话 还是可以 你想这个道理 谈恋爱的那个时候 不管再忙 再累 以前我跟我夫人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从三把 周到空来撑 听说你怂过我 怂过旗游怂专 一直打电话 比如打一两二十打打打打 那个时候 自己还是都搭去走 还有别的情况 那么现在呢 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印象 是非常好的 除了在这个时间上 但是刚刚我觉得 立哥开导你一下 你应该能够接受 但是男嘉宾对你的印象又怎么样 你在挑选他的同时 他也在挑选你 这是一个双向选择 对不对 那么他对你的印象怎么样 那么亲友团可能想知道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肯定更想知道 咱们赶紧到男嘉宾那里 去打探一番 感觉怎么样 小李 跟编导之前给你发的这个照片 看上去跟本人有没有区别 我觉得挺好的 是医疗自动的事情 我觉得是跟照片上 出处不是特别大 那你的意思对女嘉宾还是 其实这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感情这个事情 是神圣的 我觉得也不是说像小朋友 学生时代谈恋爱 我考虑的会比较多一点 要求比较严谨一些 因为最综合的问题 就是在时间这一块 对吧 你也知道的 也是我特别担心女嘉宾 担心她对时间这块 是说不接受 或者说采纳不了 李先生说 对谭小姐的印象还是很好 但是担心对方 能否理解自己工作 我们建议接下来 让两人单独约会一下 再做决定 要么比如说看看电影 喝喝茶 吃吃饭 聊聊天 都可以 你觉得呢 好 那就由我来安排吧 可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深入的了解一下 加天下装饰 现在向全程征集 66户品质样板房 只要抢到样板房的名额 就可以享受 全屋80瓶全房整装 最低只要96600元 包括所有的主材 辅材人工等项目 还送全房14件豪华家具 再送全房五大品牌电器 时间仅限10月20号之前 赶紧打电话 6869-6869-6869-6869 抢定吧 中午市的县城 提市390块美金 青海经货学团与独视频道 联合成板加以发誓 团购报名日线 023-8656-1357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我是那边的女人同事 反正我也是男生 你觉得今天那个女嘉宾是吗 嗯 他们说我觉得小乖小乖的 嗯 说的嘛 然后睡这块你们要求没得 算你买天的还是 你买这的 这的 哎 那边比较好 给那边这 还是嘛 那边先走还是嘛 先走嘛 没事先走 大家要不要走 只有女朋友 都走他 别是这个会主动 结束出来的吗 不是 如果女方这边有意愿 可以主动一点 我觉得我在我的言行当中 已经表现出来了呀 如果说不喜欢一个男生 会觉得他不这么样的话 我应该就不会留在这里了 我应该就走了 谢谢啊 没事 李先生热心地帮谭小姐买了咖啡 接下来他突然给谭小姐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其实刚刚那个节目之外 其实我刚才总是一直在 我们的问题的时候 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是 是直接打一脉 还是说那种的意思 其实我们 我和罗签谭小姐买 其实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通过中学的一个形式 都放在加起一个形式 就是说 我们在回去 大家都说 就一起不过 待方面 或者一起深度地了解 对嘛 或者一起 真正的那种形式 来相处 对待的地方 如果前期 我刚才讲 今天人的关系 那么后期 如果中共原因 然后分不愉快 我觉得还尴尬 就像说 还没开始的结束 我觉得说起来好笑 我最不得的意思 我当时我都是 其实我起初 我都是个想法 因为我至少 对你还是有想法 不是想法 不是 都是有好感觉 都是有好感觉 就是还可以意思 我刚才跟你家宾也讲了 我说先听到一种 不知道通过 通过这个时间段 通过这个时间 这个加息 我们讲真正的一种 比如说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这件事 都不能达成公司 我刚才讲了 也就是我今天 不是说 全程关系之后 然后过两天 就说分之后 我来不是 很尴尬吗 那不是说 你的意思是 有点不确定关系 我们要收尾的吗 要 要 要 你不是 全程关系之后 没得买 全程关系之后 他都是一种 就是好 哎 他真正不能 全程关系之后 他真正不能 他真正不能 全程关系之后 我以前能不能 什么事啊 之前我也不是 很多很多 有些 有些 现在微信 你拿着他 你 你也不一定要 确认 关系 要确认 关系 他 你也不确认 人家 他打破我的纪录 整个纪彩之后 就分手了 好可谱 好可怕 有些都是 李嘉宾选男嘉宾 想要没有 男嘉宾选李嘉宾 没有啊 有的东西吗 我们以前都是 李嘉宾选男嘉宾 你还都是 男嘉宾选女嘉宾 你有什么 你也不能说 哪个人 那个先生 你把我刚才 不是 我刚才跟李嘉宾讲 你跟李嘉宾 跟我讲 你传他的意思 看李嘉宾 要不要 他都拒绝我 好 反正你 李嘉宾拒绝我 然后我们在后面 在一个 那个前面 都单独说话 都聊的时候 可以了 然后最重要 解决 拒绝的 给他感觉的时候 感觉 就是 敷衍了 我都感觉 感觉啥 对 有点点 敷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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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刚才你跟男嘉宾 聊天的时候 就是你感觉 他说没得时间 陪过的一个问题 的话 是他们 行业 就是这个职业 本身 问题 是一个结构 他做的还是 他那个行业的问题 因为他去的是 节假日 周末 他一般都是 广大类 因为要浪熊 实际上你们刚刚 从聊天当中 我已经听得出来了 说得悲战 只要你能够 适应我的节奏 你能够适应我的上班 那都OK 是这样 这个意思吗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 都是这个 我其实不仅仅是他 包括讲家里人 包括人和一个 比如说工作 上班族 都会面临这种问题 对吗 我就是很忙 对对啊 对不对 那你那么忙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节目呢 不是因为那个时间忙 有一个机会 我想 想做 从那个平台 然后就翻有些个节目 什么 那个平台节目做 我想自己那个网稿 我想把自己 看能不能解释机会 能找到什么 心目中的领域对下 你这一次如果不行 还有下次 下次不行 还有下次 那我还是希望 是不是 我们终身服务绝不收费 李嘉宾 如果他有一个同意我的意思 我们就按照 说他们这些 你的意思就是 这中休节 或者这国庆这几天 就赔不了他了 对 反正你要干都干不干都算 那我们搞一下 对 你快两个 你快点 划出你不出嘛 就是这个意思 你紧实王万 你紧实不说出来 非得立刻给你点播 那个兄弟我明白了 那么像这样 你休息一下 我去问问女嘉宾 因为你说的这么多东西 要有这么一个适应 否则一会儿说 你对我不好 你当时在节目当中 说的那么好 结果下来以后 哦 王大良的皮蛋 别闹 那又不好了的嘛 我觉得是不好 真的不好 好不好 好 那你休息一下 刚刚呢 我跟男嘉宾呢 也做了深入的交流 你跟他聊了也 大半天了 我想问问 你对男嘉宾的感受 和你此刻的想法 因为其实我现在有一个疑惑 因为我不知道他跟我聊天 他是处于什么样的心情 他是说喜欢我跟我聊这些呢 还是说出于他的一个职业的一个习惯 然后有那种带动人的一个能力 然后所以去跟我聊天的 看到你们那么多年翻这游戏 我其实在想 就是说他说不能陪我 是不是说是找了一个借口 他如果能够做到下班之后 能够来找我的话 这一点其实我还是可以接受了 所以说对他的时间问题 我其实并不是很介意 就是说我都不介意 你还介意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你觉得看我没的演员 或者是说他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要不我直接跟他聊一下吧 男嘉宾跟主持人和编导交流的结果 让我非常的意外 他竟然说 我现在可不可以不做决定 我要等到节后才能做这个决定 感觉像什么呢 就像要是我过这个节生意好 赚到钱赚到老婆本的话 我就谈恋爱 要没赚到的话就算了 我也不当个人家姑娘 要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小伙子 你真的很有责任心哦 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现在我们的女嘉宾 他心中似有所觉察 他觉得男嘉宾 你是不是嫌弃我呀 哪有找这种借口 说我自己很忙 没办法陪你呀 那女嘉宾心里 肯定又有另一种疑惑 既然你忙从这样 那你为什么要来相亲呢 难道说是因为相到我 所以你才变得很忙的吗 那么现在男嘉宾 需要跟女嘉宾解释 自己这么说 这么想的一些原因 那么我们看一下 男嘉宾到底是 怎么自圆其说的呢 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也是这些事以来 想找一个男朋友 而且也是说奔着结婚去的 所以说的话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能够 解答我这个疑问的话 心头就会放心很多 刚才主持人有跟我说 你的工作 他可能就是 过去或者是中秋 没有时间去休息 我能够理解 因为我觉得 看到你第一眼的话 我觉得也还是说 是我想要找的人吧 所以说想要跟你 进一步你去了解 或者是怎样 因为我觉得今天 也不是说来刷你 或者是难过 所以说这个时间的问题的话 我想过 也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在归星 或者是中秋下班之后 你有心来找我 就找我一起过 不过这个节日的话 其实我还是能够接受的 所以说我不介意时间 那我只想问你一句 如果我不介意时间了 你还介意时间吗 我没有介意 我不介意时间了 所以说我其实不是介意 我只是担心 就是因为出来有一种问题 真是出现过一种问题 而不是担心 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事情 而照着你做 推迟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是结果平台 肯定是找到一个 不懂得慎合自己的人 有这个平台 我肯定好好真心协为肯定 但是我必须是 神总的肯定是 所以说我把事情 所有事情都先考虑起来 不是这个意思 我看到你拿了一个小本 你是要干什么呢 就是要 我想说这样 表现一下自己 小学的一些才艺吧 就像这么一样 给你那边画个肖像 没心事 我以为你是要送给他 一个笔记本 让他把你记在心里 你要给他画个肖像 马上画吗 现在可能是华业 这时候打画个轮口 华业的轮口的先生 还有全好玩的 每愿毕业的呀 对对对 他就是每愿毕业的嘛 但是你不要把它划成墙 划成墙过来 中文化都糟了 对对对 开玩笑 开玩笑 你现在就开始吗 可以啊 开始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李先生要在现场 给谭小姐画一幅素描 到底她会带来 怎样的惊喜 你画画我能提个要求吗 就是眼睛画双眼皮 画瘦一点 画漂亮一点 一定要比本人更漂亮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好 现在我不会享受 很享受啊 毕竟有一个 我觉得如果 以后有一个 学美术的男朋友 还是很赞的 就是没事了 就来个换一张 然后人家以后 赛自拍 然后我就赛小小猫 每天一张 为什么 我自己却没有 画得怎么样了现在 大概轮口画了 差不多 大概轮口画了 大概轮口可以 大概轮口 可以 大概轮口 这是我们家 对对对 没洗些粗粒 对对对 我想问 就这么多年了 你之前有没有 跟你的前女友 或者要好的女朋友 画过肖像 还是没有 从学到比较业之后 都经常没有横手解除 我们经常画的是平面 画平面人物肖像 经常没有画过 所以说点神经 平面画得挺好 对 强来中第一期的 不大多有好画 平面画的时候 其实我现在经常 用到的东西 其实我唱歌 现在比较合适一些 很温柔 珍惜她的每个微笑 每个拥抱 那是 刚刚有个扁道 和她不拉出来砍 我砍一下嘛 不 我看画得好不好 那画得挺好的嘛 我感觉我当时 擦上感觉水足了 对啊 我画的一般都是水质的 一 二 三 转过身 这个立面画得也挺平面的 在画画的时候 它其实有一个细节 比较打动我 因为我说了 开玩笑说 要一个双眼皮 然后要瘦一点 我后来在那个纸上 我看到它有写这两个字 我觉得它是在 比较用心 聊也聊得差不多了 画也画得差不多了 我们的男嘉宾呢 要把她的这幅画 送给我们的女嘉宾 然后呢 她刚刚跟我说了 还想给女嘉宾呢 唱首歌 来弥补她这幅画 画得还不是那么的好 我觉得还是合一的 两窩画面画不出来嘛 准备好了吗 可以啊 可以吗 那我离开了 终于找到借口 沉醉已融上心头 表达我所有感受 我寂寞坚弄 沉默留在无耻角落 你说的太少或太多 都会让人更惶恐 我记住你的爱情是如何 像个人极高 去遇不朽的天后 你要的不是我 而是一种虚荣 有人疼 他已显得多么出手 我陷入漫无狂 为的宽容 成全的迷惘 忠忠爱的天后 如爱只剩瘤火 只剩彼此远手 男嘉宾确实是蛮优秀的 唱歌也特别好听 有打问到我 我也要多念一下我的歌 我感觉可能没有他那份胆量 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去唱 轻唱没有伴奏的那种 还是蛮不错的 我觉得真的是有才 你不仅会设计 而且还会下摊 不仅会设计 而且还会歌唱 外头还会画画 所以全才 歌唱得也不错 那么动情 我看到其实你两个 好像烟绿水 料绿水那个样子 有没有啊 唱得确实很好 唱得确实很好 唱在你的心坎上了 比较 就是唱得比较真诚吧 我觉得 刚刚唱的时候 我看的真的是很专情 那么现在呢 男嘉宾还有什么话 想对女嘉宾说吗 其实刚才我给你唱那首歌 其实说有点目的性 因为我唱那首歌 其实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我也希望我们后期 能大家达成公司 能做在一起 但是我不肯定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大家 比如说签手成功的话 我担心的是后期 我们因为时间的情况 没有在一起 我就这样 就是会跟你我之间 方方都会多多少少 有一点点的伤害 我对我还是这样 实际上我这看来会有点 就是我今天不是说 不能准确给你一个答复 我只很希望是通过 一个假期的时间里面 我们真正一旁一旁一旁 再走过来 把这个能成 我觉得是最好的 也是我所希望的 女嘉宾 你又有什么话 想对男嘉宾说呢 谢谢你 刚才为我唱的歌 很好听 这句话有点意思了 谢谢你为我唱这首歌 然后我是要离开吗 还是要接受呢 像这样 男嘉宾 你把你这幅画 从本子上拿下来 然后放在你的手上 放在你的中央 如果你愿意接受它 你就收下这幅画 如果不愿意 那么你转身 跟它说再见 然后离开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好 准备 三 等一会儿 男嘉宾 嘉天下装饰 现在向全程征集 66户品质样板房 只要抢到样板房的名额 就可以享受 全屋80平全房整装 最低只要9万6千六百元 包括所有的主材 辅材人工等项目 还送全房14件豪华家具 再送全房五大品牌电器 时间仅限10月20号之前 赶紧打电话 6869-6869-6869-6869 抢定吧 在做最终选择的时候 谭小姐突然叫停 那还有一个疑问 想问清楚 如果你在那时觉得 想跟我继续了解下去 然后你如果想 就是如果想把话说 如果的话 你就点头 然后待会儿就会 不然的话 我就会很长 然后我已经点头 或者是腰头 OK 你也不一定会 准备 也许我会好过 你爱不爱我 没有了 好 OK 准备 三 二 一 之前其实比较担心男嘉宾 他是不是以那个 他上班国庆 或者是中秋 比较忙 当做借口 但是刚才呢 也问了他 然后他的回答是 其实我不介意时间 他其实也不是以那个 为借口 我看到现在你把这幅画 已经接过来了 那么你们俩的决定 不言而喻 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 相处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凡人有喜 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么希望呢 你们在经历了中秋以后 国庆以后 真正的能够从朋友 成为恋人 也希望你们以后越走越好 好吗 好 好 今天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 肥陶 男嘉宾的素描作品 最后让我明白了 他为什么没有做陶艺 而是做了假装 不管怎么样 我们男嘉宾现在的决定就是 无论如何 我都要把生意做了 再说谈恋爱的事 好吧 女嘉宾也是表示了接受 但是我内心 有一个小小的疑惑 就我所知 直男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呢 直男是一种 即使忙到吐血 也会打个飞滴去见女朋友 这才是真正的直男表达爱的方式 那么男嘉宾现在这样的一个反应呢 你只能说事业在男嘉宾的心中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就只能祝 我们男嘉宾的生意兴隆 在这个节日里面 满满的收获 然后可以跟我们的女嘉宾 在收获当中牵手成功 如果真的牵手成功的话 妹子千万记得 在我的微博里告诉我一声 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 68615868 爱心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反正游戏 我在这里 等你 嘉天下装饰 现在向全程征集 66户品质样板房 只要抢到样板房的名额 就可以享受 全屋80瓶全房整装 最低只要96600元 包括所有的主材 辅材 人工等项目 还送全房 14件豪华家具 再送全房 五大品牌电器 时间仅限 10月20号之前 赶紧不打电话 68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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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定吧 她年轻上进 为了创业付出的努力 异于常人 像我的话 每天早上是 五点过十分 准时地起床 她甜美可人 对于爱情 有着特别的追求 她的信心体贴 让女嘉宾十分感动 可她到底做了什么 让女嘉宾如此反胆 又是什么问题 让女嘉宾如此担忧 考虑你小孩 男嘉宾现场求助朋友 有没有这个胆量 去做个浪漫的事情 男嘉宾的各种浪漫举动 会让两人的关系好转 最终 寻爱的两人 能否让彼此的心靠近呢 凡人有喜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想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 你说地球是乐远 要用心去